特派员王书琴 今天来到小助理花友会的家 今天我们要来进行 小助理的衣柜大呼吸 当然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秘密任务出发 根据我们可靠的线报 建民就是我啦 嗨 小花本妈 书琴你来了 正好永惠现在不在家 她的房子在里面 我带你进去 妈 我回来咯 不要怕你会这么刺我啦 书琴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真的是有任务在身 来 快快打 开始 你多久买一只衣服 夏冬换季的时候会买 最近买衣服是什么时候 过年前 挑衣服的原则又是什么 原则 其实没有什么原则啊 喜欢就会买嘛 我有时候会捡我姐 穿不下的 最常去哪里买衣服 我妈是很常去菜市场啦 不过我比较喜欢那种 平价服饰店里之后的 好看又便宜 我跟你说我上次来看到 这一大袋是要拿去做什么的 这些都是我北大穿的啊 准备拿去旧衣回收的啦 这一件看起来很新啊 连吊牌都还没剪掉 为什么要拿去回收啊 呃 就是我当初买的时候 觉得很好看 可是拿回家就觉得其实还好 哎呦 一件也才几百块啊 而且回收还可以做工艺 做环保啊 没关系吧 穿抓走啦 你到底来干嘛的 亭轩吃点心咯 亭轩在里面子好 谢谢 这里就是亭轩的家 他现在正在写功课 我们就来一个出其不义吧 走 哇 他好乖哦 在用功啊 书记 你怎么在这里 小助力突击 开始 为什么看衣橱 这么多的衣服啊 女生嘛 衣橱圆少一件衣服啊 这些衣服都很像 而且你怎么会有 这么多件牛仔裤啊 哪有很像啊 这些粉红的程度都不同啊 而且你看 突然也都不一样啊 牛仔裤很实穿啊 但也要这么多件才够了 服妙服妙 中毒的程度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严重啊 哈 中毒 火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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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国事 哈 是妙博士 博学多文 深谋远律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还经常会有奇妙的点子 哈 身边有一群助理 大助理 环保志工 科学高材生 追随博士多年 环境科学考不到他们 小助理 正义感十足 好奇心百分百 但我也有吐嘴的时候啦 现在就跟着妙博士团队 一起进行爱地球的任务 出发 中毒 陈欣哥哥 这就是突击他们两个人的部分 陈欣哥哥 为什么突击完我们两个衣橱 你脸色这么难看 没想到你们两个 也是中了快食尚的毒物 快食尚 快食尚是一种商业模式 商人压缩衣服的生产周期 以及价格 在短时间内 推出最新的潮流服饰 好让消费者无间断地购买 而对于消费者来说 他们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以低廉的价格 买到最新的服饰 听起来很不错 低廉价格的新潮服饰 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对啊 不断地推出新衣服 对于求新求变的我们 不是拉拉好吗 难怪博士要我们做 快食尚的相关调查 你看 连我们的小助理 这么爱地球 这么环保的 都已经沦陷了 这该怎么办啊 就是说 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跟在国外开 国际会议的博士交代了 等一下 等一下 这明明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为什么你们要这么愁眉苦恋啊 好事 永惠 我看你误会大了 书琪 你们看 这就是我们整理出来 快食尚的五大问题 看完你们就知道 它对地球带来多大灾难 首先 第一个 指的就是一次性时尚 一次性时尚 听到这三个字就感觉不太妙 像什么一次性商品啊 一次性餐具啊 那些都是对环保有害的 没错 你们终于开始意识到 快食尚的严重性了吧 你们想想哦 衣服一直不断地推成出新 那旧的衣服呢 就会造成很多垃圾及污染吧 没错 这就是第二个问题 第二大污染 不只是成品的处理 从制造端就是大污染 你们知道制造衣服的 燃料及原料是什么吗 我知道 是石油 那你知道快食尚会造成过度生产 及随意丢弃 从2013年开始 服装产业就是全球第二大污染源 真的假的 可是我都会把它拿去旧衣回收 这样就比较环保 就不会造成很大的污染啦 就是这个观念 才造成第三个大问题 三百万旧衣 旧衣回收虽然环保 但是呢 大家都搞错重点了 大家捐出旧衣服呢 只为了清除更多的空间 来买新的衣服 结果呢 捐越多 买越多 成为二性循环 嗯 你们知道吗 根据统计 光台北市2012年委托社服团体 回收的二手衣 就高达三百万公斤以上 但仔细想想 真的有这么多旧衣服的需求吗 我才刚拿一大大去回收 那第四个问题是什么 不再分四季 一年就是四季 那有不再分四季 一年虽然还是四季 但是呢 凭价服饰 没多久就推出新装 我看 衣服套换的速度 一年应该有52季吧 52季 一年就52周 那等于周周换新装 差不多啊 难怪我常逛的网路商家 New Arrivals特区 周周都更新 我本来最光那去的说 你说什么 没有没有 我只在说周周换新装好夸张哦 所以快时尚造成的第五大问题就是 不够没环保 哇 还好 我还以为又是什么可怕的数据了 你要数据 我这里当然有 我告诉你哦 现代人呢 添加平价服饰 已到了失控的程度了 每年呢 平均会有85%的衣物 还有其他布料被丢到垃圾场里面 平均下来呢 每个人呢 会创造出31.5公斤的垃圾量哦 啊 不讲不知道 原来快时尚的问题这么严重哦 所以博士要我秘密调查 没想到我妙博士的小助理 也中了快时尚的毒 如果博士问我调查结果如何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博士 这是说博士 博士照呢 怎么办 该面对的 还是要面对的 嗨 博士 大家好 我不在意你们有没有乖啊 有 存心 私情 我请你们调查的报告完成了吗 呃 快 快完成了啦 博士 我自首啦 我是快时尚的帮凶之一 呃 我也是 好啦 好啦 不要以后呢 做坏事被抓到的样子 这种事呢 如果没有注解呢 就很容易被商业模式呢 带得走 看到满街都是平家福士店啊 还有网路卖场的这样的流行呢 我就知道喔 台数不妙了 不是 你不要这么失望啦 我和淑琪 刚刚跟他们已经小语大意了 我想他们以后 应该不会这么做了吧 嗯 你知道吗 我现在的事 买衣服是心心中喔 过年是一年一拜 而且呢 阿兄团队小弟 阿姐团队小妹 大家都穿过了呢 又送到亲男朋友 你们想这是为什么啊 欸 博士 这个我有做到喔 我都会见我姐姐穿不下的 这样很好啊 以前我们的衣服呢 即使穿破啦 都守不得丢喔 妈妈花点心思呢 就可以把它变成抹布啊 脱饱 而且是小孩的尿布喔 那像现在很多衣服呢 拿来当抹布呢 都不一定洗水喔 只能变成垃圾 啊 真的是 哎呀 博士 你不要这么失望啦 这个题目呢 我们会赶快想想办法的 赶快让大家意识到 快时尚的可怕 欸 没错 没错 我们一定会赶快想办法 好啦 那你们也要加油喔 好 对啦 除了买衣服成瘾的问题外呢 前后端会造成的相关污染呢 你们也要一併注意喔 博士 你不要担心 这里有我喔 好好好 那我们保持联络喔 拜拜 博士拜拜 你们知道博士的忧心了吧 陈欣哥哥 给我们一个机会 降公署罪吧 我们也想参与这次的研究 对啊 而且刚刚博士有提到 在衣服前后端造成的污染 要特别的小心注意 我想呢 我和平轩就从这里开始调查 你们觉得如何 嗯 很好啊 你们也可以找一找 从消费者的心态 还有什么是我们可以注意的 或许从新出发 也是个好风暴喔 太好了 分工合作 博士回来一定会很欣慰的 嗯 停轩 博士不是说要我们多多注意 衣服前后端造成的污染 衣服的前端就是纺织啊 所以我想啊 来纺织工程学习一定可以找到答案 賴教授好 嗨 賴教授 快时尚的问题真的好严重喔 不但会制造很大的污染 还会有很多的垃圾耶 的确是喔 衣服我们每天都爱穿 但是可能不知道 在不当的制造过程 可能会造成环境很大的污染 那你们知道 一件衣服的制造过程是怎么样吗 知道 我们来之前有先做过的功课喔 首先必须先取得纤维 然后仿纱织布 接下来还要经过染色脱水 鸿杆定型才能变成配量的布料 最后还要经过设计 裁剪和缝制衣服才能完成 很棒喔 但你们知道吗 在中间的制造过程 还有取得材料之前 都有可能对环境造成伤害喔 蛤 这么严重喔 你们在买衣服前 有没有先看过衣服的材质呢 有啊 好 这里有两件衣服 一件是纯棉纤维做的 一件是保特瓶纤维做的 在原料取得上面呢 哪一个呢 对环境的污染会比较小呢 当然是纯棉的比较好喔 我妈妈有教过我啊 衣服还是选纯棉的比较好 舒服又稀害 而且天然的一定对环境 比较不会造成伤害 我觉得好难选喔 我觉得应该是纯棉的 可是博士又有说过 如果不当的棉花种植 会对环境带来更大的污染及影响 而且保特瓶又是化学材质 好 我先给你们一个观念 不是天然的就一定最好 但也不是合成的就一定最差 你们知道吗 全球棉花的种植 占全球农地的3% 可是呢 它所用到的化学肥料跟农药 就占了全球的25% 那保特瓶纤维呢 我们去回收保特瓶 我们所抽出来的沙 就已经有颜色了 它已经去除掉染色这一块 对环境的污染就相对少了一点 所以呢 当我们其他的纤维 它如果还要再去做染色 不当的染掉 可能就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穿在身上 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像这件衣服 我们在制造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会加入一些柔软剂 让它手感柔软 但是不好的柔软剂 就会影响我们的环境 那这上面呢 有一些图腾 如果厂商用了劣质的印花剂 它也有可能含有塑化剂 那像这件衣服呢 是防水材质的 那它可能会添加 剥水剂 防水剂 加入这么多离离可口 这样对身体的环境一定会造成影响 賴教授怎么办呢 整个制程都这么危险 那我们要怎么挑衣服啊 选择MIT就好啦 MIT Made in Taiwan 是的 我们台湾制造的成衣 在原料跟制造过程当中呢 都有一定标准的规范 降低环境的污染 也会减少对人体的伤害 没想到入了一大圈 结果还是MIT的最环保也最安心 还有一个重要的环保因素 那就是碳足迹的减少 除了制造过程之外 运送也是必须要考量的重要环节 没错 快食上的服饰 通常为了降低成本 都会在人力成本较低的 第三方国家制造 纽扣可能在孟加拉 拉链可能在柬埔寨 布料可能在印尼 全部通通运送到越南 做出一件衣服 然后送到世界各地贩售 当然也包括我们台湾 根据调查报告 一件快食上衣服 从制造到运输过程当中 大约要消耗掉 4997公升的水 还有大约产生 4.09公斤的二氧化碳 原来快食上光运送 就这么不环保了 所以作为聪明的消费者 你们还要选择快食上吗 不 绝对不要了 很好 不过 除了挑选衣物要谨慎之外 也希望你们可以注意到 延续勿命 珍惜衣物 不要乱丢弃衣服 后端的心态也很重要 YES 永惠 怎么办 虽然我已经答应要注意衣服后端的问题 但是我完全没有头屑 一想不到我家那堆 所以准备回收的旧衣物 就偷偷 有些资料差 有些难搭配 有些我已经不喜欢 有些 你到底没在听我说 有 我也很伤脑筋 所以在想办法 怎么办 延续 回去拿我们要回收的衣服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永惠 你不是要解决旧衣问题了吗 你怎么又带我来逛街 这样不行 不过这里东西好多 延续 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 才不是来逛街的 你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民众监政的二手商品 这家店叫做木匠的家 他们会聘请一些身杖 或者是中高龄事业的人 来负责把这些二手商品 整理好后进行贩售 而且他们赚到的钱 还会拿去帮助弱势团体做工艺 传宝间工艺 一举两得 没错 而且既然这里有在回收二手商品 所以我想应该可以找到专家 来帮我们解决问题 嗨 你们好 雅莉姐姐好 雅莉姐姐 我们已经下定决心 要戒掉快时尚的毒了 只是在戒毒之前的这些衣服 对 你们有这个决心很好 今天都专程来请教我了 自然不会让你们空手而归了 我今天要教你们的 就是环保时尚五原则 环保时尚五原则 听起来很厉害 那最重要的第一原则是什么 第一原则很简单 就是少买一点 这个原则为你也太简单了吧 虽然简单 可是偏偏很多人都做不到 不如先让我看看你们今天带来的衣服吧 好 请问你们当时在买这个衣服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买的呢 还记得吗 那两件是逛网拍石首华就买了 拿到时发现质料很差 懒得退连穿都没有穿过 所以你在买的时候 有想过你是需要什么样的场合才买的吗 没有 看到蛮喜欢的就买了 这样就叫做冲动购物 其实呢 少去逛这些平价时尚品牌的店 或者是少上网购的话 不仅可以省下你的荷包 也可以减少你买了衣服 很快的就把它丢掉 制造时尚热色的机会哦 你看吧 这很重要 第二个原则呢 就是聪明消费 如果你今天真的真的一定要买这些衣服不可 请先看它的产地 在低成本国家的话 它有可能是在血汉工厂制造的哦 然后还要再看它的原料 是有机棉有机麻 还是是用回收宝特亭所做的绿色纤维所制造的呢 这我们知道 赖教授也教我们 MIT小贺 那说到环保时尚的第三原则呢 我们就要实战教学了 现在看到的这两件呢 这一件就是属于2015秋冬几个款式 叫做披风 然后呢这个呢 是我们每年冬天可能都会需要的 比较基本款的针织毛衣 所以我们就用这两个 来教你们怎么样做史上的穿搭 你们现在可以试试看 怎么样去用桌上的这些配件 然后帮他们做穿搭 好怪哦 不好意思 停轩 我觉得我这个好难搭哦 搭什么都觉得有点怪怪的耶 是吗 我觉得我的很好搭啊 真的 那不然你试试看这里的帽子 很好看啊 雅丽姐姐 为什么会这样啊 其实像永惠年的那一套呢 它原本的设计就已经很复杂 很特别了 所以它再加上其他的配件来讲 看起来好像就会太过夸张了一点 但是停轩这一件呢 因为它原本就是很简单的款式 所以它再加上其他的配件的话 不管怎么样都可以做出不同的变化 看起来都刚刚好哦 这就是我们说的环保史上的第三原则哦 就是当你今天在购买衣服的时候 尽量选择简单一点的 百搭一点的款式 尽量不要一握风的跟流行 否则这些衣服一旦退了流行 很快的就会被你塞到衣橱的最深处 最后面里被丢掉的命运咯 这就是诚心哥哥说的不要一次性时尚 答对了 那你还可以多教我们几招吗 当然可以啊 那我们就利用现场的二手衣 还有你们自己带来的旧衣服来做搭配吧 二手环保时尚秀 START 繁毛拼色外套搭配繁毛雪靴 搭配在一起营造出冬天温暖的感觉 同样一件外套用拼布猫头一包 来呼应外套的拼色元素也很抢眼呢 不同色系但同书浅亮色调 搭在一起不但协调又凸显出青春活力 咖啡色色系与枣红色的洋装 同书稳重色系是不是营造出端庄沉稳的整体感呢 挑一个好看的配件来画龙眼睛 亮片帆布鞋在一身暗色系的打扮中特别抢眼 闪亮派对风里的练条包和运动鞋 则替整身装扮带来亮点呢 哇 没想到这些圆满要丢掉的衣服 在雅丽姐姐的翘首穿搭下 竟然拥有了新生命耶 经过这样的搭配谁还舍得丢啊 其实这就是我们想要说的环保时尚的第四原则 不要丢掉你的衣服 除了你可以好好想想 怎么样再去穿搭这些旧衣服 让它变出新花样 不然的话就是也可以捐到 像我们这样子的二手衣专卖店 或者是找你身边的好姐妹 办一个交换衣服小派对 以交换代替购买喔 真的耶 这些衣服都还好好的 新新的 如果丢掉实在太可惜了 对啊 雅丽姐姐 我突然想把我们带来的那些衣服 带回去可以吗 我对她们又有了新的想法喔 当然可以啊 不过你们带回去的话 就要遵循我们环保时尚的最后一项原则喔 是什么啊 就是正确洗衣 在你开始洗衣服之前 先看看衣服上面的洗标 它会告诉你用什么方法来洗衣服 是最正确的喔 这样就可以减少洗坏衣服 丢掉的几率了 最后一题 如果大家都像雅丽姐姐这样 挑选适合自己的衣服 珍惜它 并且用心的穿着搭配 这样衣处里就不会永远少一件 而是一件抵多件喔 而且每件都是宝 这样又省钱又省空间 又不会造成地球的负担 这样一举数得耶 而且我觉得今天在雅丽姐姐这边学的 深深激发了我的时尚因子 我对我的一些旧衣服 也有了新的想法喔 嗯 这样很好啊 其实我也希望你们回去 可以把环保时尚的理念 带给更多人知道喔 好 我们一定会的 那雅丽姐姐再见 拜拜 平价服饰流行性高 更新速度快 价格又清明 网路购物还更方便 你也中了快时尚的毒吗 一件衣服的制造过程非常复杂 纤维材料的取得 纺纱织布的过程 布料染色的经过 和设计裁剪的步骤 都会消耗许多能源 制造大量污染 还会产生许多碳足迹 快时尚的兴起 造成环境越来越大的负担 你的衣橱里有几件呢 环保时尚五原则 减少购买 环保省荷包 聪明选择来源 不伤害地球 不盲目追求流行 拒绝一次性时尚 证券洗衣 延续务命做环保 以交换取代购买 二手时尚正流行 快加入我们的行列 当个环保时尚消费者 这个美丽的蓝色地球 一起努力 让它存活 让所有可在土地的故事 留下来到遥远的遗憾 到遥远的遗憾 中文字幕提供